在一个冬天的下午,狐狸猫邀请麦麦到家里玩。 到了狐狸猫家后,他们脱掉身上的毛衣。 麦麦看到狐狸猫竖起的毛,哈哈大笑说, 你的毛都竖起来了。 接着麦麦也脱下了毛衣。 狐狸猫指着麦麦笑着说, 你看看你自己,你还不是一样。 为什么毛会竖起呢? 而且脱毛衣时,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, 以及一点点刺痛感,又是怎么来的呢? 还有还有,刚刚开门进来时, 手碰到门把的那一刹那,也有感觉被电到。 为什么呢? 其实这些都是因为静电的关系。 但为什么会有静电现象? 这是电流的一种吗? 它跟电动玩具赛车里装的电池的电,是一样的吗? 静电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呢? 有没有办法避免静电的产生呢?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, 让我们跟狐狸猫以及麦麦一起来探索何谓静电吧! 你有没有想过,为什么头发靠近电视荧幕,有时候会飘起? 快速拆开免洗块的塑胶套,会粘在手上呢? 静电又为什么被称为静电? 什么物质容易产生静电呢? 欢迎你来学习本课程,一起来认识摩擦起电与静电作用力。 我们知道电荷的种类有正负电荷,而且同性相斥,异性相吸。 但你知道怎么利用这个特性让电动起来,甚至产生静电吗? 就算没有接触,也可以让它们移动,又是为什么呢? 电荷又是怎么移动的呢? 一起来看看静电感应与感应起电。 为什么我们按下一个开关,就可以轻松控制电灯,让电灯发亮或熄灭? 你知道开玩笑会说一个人秀斗,其实是跟电路短路有关。 新闻上电线走火的失火意外,又是怎么一回事?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,一个直流电路,应包括哪些元件? 认识电路的通路、段路与短路吧! 你有没有注意过,圣诞树上的小彩灯,一个不亮,其他也不会亮? 而家里的电视机、电脑、冷气,又为什么可以随时关闭电源,而不会影响其他呢? 这样设计的不同,又有什么意义呢? 聪明的你,跟我们一起来比较串联与并联。 水会由高处往低处流动,电也会吗? 你有没有想过,当我们说没电了,真的是没有电在流吗? 你知道如何描述电流的大小吗? 你知道如何测量电流吗?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课程,了解电流吧! 水因为有水压,会产生水流。 那你知道,电也一样,因为有电压,才会驱使电流动吗? 感到疑惑的你,想知道怎么样测量电压吗? 不如一起来看看电压的课程吧! 马拉松的人流会因为各种环境阻碍, 例如气温、跑道材质、宽度而受到影响。 同理,电荷在电路中流动时,也会受到阻碍。 我们称它为电阻。 如何描述电阻大小呢? 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又有哪些呢? 以及跟欧姆带一样名字的欧姆定律又是什么呢? 来认识电阻与欧姆定律吧! 我们知道,到夜市逛街买东西时, 在前面店家的消费额度会影响到在后面店家的消费。 那电路是不是一样呢? 当灯泡串联越来越多时, 每一颗是会越亮还是越暗? 又或是没有影响呢? 当电池串联的越多, 会不会跟人一样团结力量大呢? 一起来了解串联电路中的电流与电压。 山泉、小溪、汇流入海, 那么电呢? 学校教室里的灯管坏了一支, 其他照常发亮, 夏季气温超标, 斑斑大开冷气, 常让总务主任担心会跳电, 是什么原因呢? 你有注意过家里的遥控器 跟手电筒的电池放法不一样吗? 并排放置的电池, 又能带来什么功效呢? 一起来探讨并联电路中的电流与电压。 一起探讨并联电池, 在今天的电流与电池里的电池上就用了解水, 在你的电池里沦秧的电池上就用了解水, 感谢观看